本影片內容將提供大家了解 如何從Final Cut Pro 7認識Final Cut Pro 10 快速而確實的清楚知道 Final Cut Pro 7的實際用法 就能夠在Final Cut Pro 10作業環境中 輕鬆上手使用 第二篇 媒體檔案匯錄方式 在Final Cut Pro 7匯錄拍攝記憶卡的方式 在上方選單列選擇檔案 匯錄與轉換 之後就會跳出匯錄與轉換的工作視窗 接著選擇要匯錄的片段 按下右架的新增選擇到匯錄除列 如果是ABC HD格式 必須先確認影像轉換的編碼格式 確認完成之後 再做選擇到匯錄除列的執行程序 等待匯錄轉換媒體檔案的執行 當跑完匯錄的執行進度顯示 這個媒體檔案的匯錄也就完成 在Final Cut Pro 10匯錄拍攝記憶卡的方式 先選擇要匯錄媒體檔案的事件項目 再按下右邊事件瀏覽區的媒體匯錄 就會出現媒體匯錄工作視窗 選擇左側欄位上方的攝影裝置項目中 要匯錄媒體檔案的拍攝記憶卡 可以先將右側欄位中所有的匯錄設定全部取消 按下右下的出入選擇 就會關閉媒體匯錄視窗 回到事件瀏覽區就可以看到剛剛所選取匯錄的影片片段 在Final Cut Pro 7匯錄媒體檔案時是無法關閉工作視窗 Final Cut Pro 7在匯錄媒體檔案時 工作視窗是無法關閉的 如果按下視窗左上方的關閉視窗 就會跳出警告視窗 說明如果強制關閉視窗 就有可能遺失剛剛匯錄的片段 必須等待所有選擇的片段匯錄完成 才能關閉視窗 Final Cut Pro 8是透過背景處理來質詢匯錄媒體檔案 選擇要匯錄的多個媒體片段 然後按下選擇匯錄 自動關閉工作視窗回到事件瀏覽區 就可以看到一個一個正在匯錄的影片片段 這時候到時間碼欄位按下左邊的進度顯示 就會跳出背景處理視窗 看到正在匯錄的執行進度與狀態 這個時候不管媒體檔案是否匯錄完成 都可以進行接下來的剪輯作業 這樣就可以省下等待轉換作業的時間 同場加印 如果要在同一個片段選擇多個段落的匯錄 基本上在Final Cut Pro 7 匯錄片段中所選擇的段落 必須等待這個選擇的段落匯錄完成之後 才能在同一個片段中選取其他段落匯錄 在Final Cut Pro 10可以在同一個片段中做多重匯錄選擇 Final Cut Pro 10可以在同一個片段 同時選取匯錄多個選擇的段落 選擇完成之後按下右下的輸入選擇 就完成多重選擇的片段匯錄 以上說明內容 儲蓬設備資源 橋頂資訊提供 監聽設備資源 吉態貿易 月生企業提供 相關課程與詢問請至Facebook ProMediaTW